就把我们这么一群人介绍这些文章给我们看 当时我自己那个时候已经把福尔电针拿回来 在杨明大学再做一些 可以说试试看 大家依照我们的方式来量这个穴位 那么也就是量气 所以非常高兴地去参加 那么我们就组织了一个 文科会的一个跨校跨界的综合研究计划 我们到现在一直希望 文科会继续地有这种跨校跨系 不同的人才在一起 那积荡出来的东西就跟过去就不一样了 我们大家就分头做了跟自己专业研究的广告 当时刚刚施莱斯厂面有众业院的王威功夫教授 大家也知道他的起的乐章 谁的伴舞 现在又有新的书出来了 那么然后就是终结 这个医师教授 我们在荣种一起的努力 我们就做了 在三年里面做了相关的主题 我们有相当完整的一个研究报告 那是三年 但是完了以后 因为到底是一个研究报告 当时我记得 曾在国科会也没有怎么样 引起很大的注意 我记得有一位报社的史的 这个人去发现了以后 就跑来问我 说你们做的是 就是用这个能量水 可以来治病 这个是真的吗 我说当然是真的 那么牙齿是这么样的可怕吗 我说是真的 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发表 我说我没有什么不发表 可是我们的会报告的时候 都是内部的 国科会内部的会 也希望大家去采访 就采访完了 大家我们没说什么 这位记者先生就非常的兴奋 他说你这个东西重要的不得了 第二天他就在大报上一个标题 说水能治病 大的 为什么 问号 然后悬 惊叹号 就是一个字 就是悬 惊叹号 一样就说 报告我们在有种做这个几百人的一个量我们的身体 然后牙齿这个有问题 有拱的这个牙齿有问题 结果这个东西出来 最后还有一个他说 报告要有正面和负面 所以负面 也不叫负面 就是说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又到卫生署去问 说经到卫生署查了结果 说卫生署不知道 这个事情引起很多人对我们 因为把我的一个报告拿出来 就对我非常多质疑 那我就赶紧跑到学校当局 我说我们这个 跟媒体 我们是不是应该有 一个沟通 因为这个说的不是事实 不是悬 不是说不是事实 是事实 可是不应该用什么悬呢 什么大问号 因为我们证明的就是不悬 就是真正有数据 我最后要求 以同一样大的篇幅来更正 但是经过很久 也没有下文 最后在一个小小的地方 有一个更正 那么第二天 我的弟弟 他是个佛论社的一个负责人 他去跟当时牙医界的同仁 在佛论社的上面谈 结果 他说你好不好 我说 托夫 你的姐姐 我们都牙医都没人上门了 造成社会的一种不安 所以今天 我是希望说 我们这些科学报告 还要继续不断地 把真正的evidence拿出来 还要跟我们的媒体 有非常畅通的沟通 那么我们这些人三年发表完了以后 觉得都是好朋友 所以就才成立了我今天介绍 我们的会 那么这个会呢 在过去已经 每一年开一次身心灵的科学的学术研讨会 现在已经有二十次 也就是二十年了 每次都有 记在一起有一百多篇的各种的文献 主要都是要用实证的方式 鉴别论断 用科学因为成员都是学院里面 一些最知道应该用实证向世人去报道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台湾实证 补助医学的论坛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不要光是case report 说我们有多少个案是这样 我们要有统计 要有追踪 要有真正用科学的仪器 我今天已经听到了 大家有这么多的仪器 那么好 那我们要不要好好地把我们的数据 把它都统计追踪下来 真正跟我们患者也好 我们的被我们服务的大众也好 做一个实实在在的证明 不单是把我们的器工 我们为什么叫生命电磁学 其实我们研究的就叫器工 大家觉得这个器工好像不科学 所以没办法只好弄了一个生命电磁学 其实我们今天知道 我们讲的是非常重要的生物的能量的实证 我们存在 而且存在在我们身心灵各个层次 所以我很高兴说今天 大家正在走上这个 这条路 我们可以把我们今天 这么丰富的学会的身心灵出建的方法 把它的科学性向国际报导出去 让全世界的人都活得 不单是健康还要愉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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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an